封關日 台北股市居然在尾盤油紅翻黑 最後只有下跌26點 怎麼來看大家會很擔心嗎 如果年假期間 美國股市國際盤暴跌了 如何來看待這個行情 很重要哦 我們虎年的錦囊務必不要錯過 歡迎收看股市趙孝敬 我是陳俊傑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照邀來現行 好的 我相信就是說 針對今年虎年 農曆年之前的封關日 讓許多人都會覺得擔心了 來 原本 封關日收紅 是大家所期待的 甚至會習以為常 絕對理所當然嘛 當然今天來講 也發現就是說 台北股是確實在開低之後 有個買盤力道拉起來 盤中來講一度的 蠻長的一段時間 大半長的時間都是上漲的 結果沒想到最後的10分鐘 打下來 有漲變跌 怎麼辦 封關日 居然給我跌 我相信 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你不只是 美國那一邊的動盪 升息的問題 國內這一邊 疫情的問題 也許你現在 年假期間 你會發現 就是說 哇 到底這一邊 能不能出門 或者是疫情會不會擴散 你一邊又要擔心 美國那一邊 國際盤 如果在我們年假期間 大跌了 暴跌了 哇 那我們過完年假之後 台北股市不是在搶著蛋 這個節目 我希望大家好好好的把這一集的內容 完整的看過 因為就好是會幫大家去找到一些的資訊 甚至我直接告訴你 過去的幾個年度 比現在更慘的 開盤完之後 過完年假之後 開盤完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過去也有封關日下跌的 過年期間真的國際盤暴跌 可是台北股市 放完年假之後一個開低 後面來講的話 跟你想的一點都不一樣 實際過往發生的事情 我拿出來提醒大家 我相信就是說 你再早也不會就這兩個年度了 來 我希望就是說行情在這個位置 大家你看我的節目 當然啦 你心裡面的恐慌 你心裡面的不安 我必須要先跟幫大家來做一個 讓大家來做緩解 第一個 我相信不會有一個年度 比2014年這一年還要來的慘 為什麼 我幫大家來回顧 而且直接跟大家 抓出來 當時候 行情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相信就是說這個 絕對會是大家 在過年期間看Gia老師的節目來講的話 一個非常重要的 參考跟依據 畫面上這一邊是2014年的 大盤日線圖 我幫大家標記出來 這個年度 2014年 這個 第一個 左方 這個第一個跳空大跌 就是當年 過農曆年 放農曆年假 封關日 當時候來講的話 封關日大跌 而且跳空大跌 135點 好 如果大家都還記得的話 最近這10年內 有兩年 兩年 是我們在過年期間來講的話 國際盤 暴跌 你所看到 那個美國股市跌1000點都不算什麼 那亞洲股市也全面暴跌 甚至日本跌的最兇 待會這個2014年跟下一個2016年 就好是會跟大家來談 怎麼來看封關日跟 新春開盤日的一個習慣 那2014年這一邊來講的話 剛好聊到這個跳空大跌 135點 是封關日 放完年假的時候 然後當時2014年 我們在年假期間 國際盤全面暴跌 全面暴跌 跌最兇的是日本 你既然來講的話 我們在最近這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美國盤 盤中暴跌拉到翻紅 盤中下跌 他就不到翻紅 那個在當時候來講的話 根本是小case 因為放年假期間 然後他暴跌的程度 比現在我們所看的 更加的那個 驚悚跟可怕 好 所以當年度放完年假之後來講的話 直接開盤跳空下跌198點 來了 這是2014年 我相信就是說眼前這一邊 不會有任何一個年度 這10年內 不會有任何一個年度 比這個2014年 還要來的慘 封關日暴跌135點 新春開盤日 跳空大跌198點 結果 當年度最低點就是在 新春開盤日 當年度來講的話 這個暴跌完 封關日暴跌 新春開盤日暴跌 後面來了一大段 開低之後一大段往上面的行情 反向嘎攻的行情 所以這一邊先告訴大家 你如果看到現在跌 你去回想一下 過往 封關日暴跌 甚至我們在 過年期間 國際盤全面重挫 我們開盤日沒有紅盤 直接是跳空大跌快200點198 後面來講的話 行情的變化 跟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樣 接下來幫大家來回顧 2016年 過年之前的封關日 跟今年的封關日一樣 因為它是從 拉起來 開低拉起來 後面這樣跌下去 來 這是2016年的大盤日線圖 我幫大家來回顧 而且就是說 直接把封關日跟那個整個新春開盤日 把它拉出來 標記出來 大家你可以看得到 這綠色框框裡面這一根的藏黑棒 它就是封關日 當年2016年的封關日 跟這一次的封關日一樣 它是由開低之後拉起來 尾盤殺下來 翻黑收跌 封關日收跌 讓當時候來講的話 市場也是一片的看壞 因為當時候如果大家記得 2016年 這個7627點 當時候全世界最有名的電影叫做大賣空 你所知道的國際大師 索羅斯羅傑斯 當時候都一直在強調 接下來會有大空投的市場 金融海嘯會來 所以很多人來講 他當一個年度那一年 開盤完就陷入一個恐慌的情境 當時候大賣空的電影一出來賣座 所以全市場來講的話 都覺得接下來是金融海嘯的年度了 好 當年度在這個 封關日 沙尾盤下跌之後 我們在當時候的年假 也是一樣跟2014年剛剛所看到的 封關日之後 年假期間國際盤全面暴跌 暴跌的程度 是歷年來來講的話幾乎是 最慘的一年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在最近所看到的 A美國股市盤中暴跌 他那個時候 雖然 沒有說真實就是暴跌千點 但是當時候加起來幅度比現在更大 跌最兇的也是日本 但是當時候來講的話 放完年假 開盤 確實開盤之後反應國際盤開低 但是開低之後 反向拉高 那一年來講的話 封關日下跌68點 後面開低大跌超過200點 整個收盤拉到翻紅收漲3點 結果後面的股市一片的往上做軋空 那個年度 雖然最低點不是在封關日 但是你可以發現 封關日的位置 跟新春開盤過完年之後的位置 卻是怎麼樣 在一整個年度來講的話 是處於在一個相對低檔的位置 好 我希望說 這一個一開場來講 幫大家來回顧 是希望就是說 一開始要讓大家知道 當你看到封關日 下跌了 當你在放年假的時候 如果國際盤暴跌了 千萬一定要知道 很多時候來講的話 整個在台北股市 反而過完年假 所呈現出來的行情 會跟你所想的 完全不一樣 你現在內心恐慌嗎 對 剛剛2014年2016年 當時候恐慌程度 比現在還要更強烈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在這一個節目一開始來講 我希望大家在過年期間 放假的期間 務必要好好思考一下 有時候來講 市場的恐慌 它代表的是 一段新的行情的開始 年假期間這一邊來講 我也希望給大家一個思考 既然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封關日下跌 它並不是一個噩夢 封關日下跌 反而你要知道 如果 放假期間 我們過年期間 美國股市國際盤暴跌 你反而要知道 過完年之後的盤 它的行情 所出現的 會比我們想的還要大 但是如果反而是 封關日下跌 然後我們在放年假期間 國際股市忽然之間沒有暴跌了 那你覺得 我們過完年之後 會不會連個開低的機會都沒有 好好思考一下 所以不管如何來講的話 封關日下跌 它絕對不會是危機 以過往的行情來講 你反而要留意 過完年之後 它所呈現的 差別只有在 行情的大跟小而已 所以這一邊來講的話 新春的紅包股 我幫大家精選三檔 這三檔股票 都處於低基期的股票 而且共通的特色 全數都是在前一波 去年行情從聖誕節開始拉機盤 往上 幫行情帶到18000之上 供到歷史新高點18619點的過程 這三檔的股票 完完全全沒有跟著大盤以創新高 等於說簡單來說 這三檔精選股來講的話 它的周期 它的基期 處在一個底部區 還沒有漲 所以務必要知道 你現在行情的重底 你反而要知道 封關日下跌 過往的行情所告訴我們的 不是空頭的開始 你反而要留意 國際盤如果在我們過年的期間 暴跌了 這些股票 不要 你的最佳買點 反而是 我們過完年假 第一個開盤的低點 務必要留意 這三檔的紅包股 我希望說你在這個時間點 好好掌握住 先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我們再來等 那個國際盤如果在我們過年期間暴跌的話 最佳買點很有機會就是在 我們過完年 開盤的那個低點 如果國際股市沒有暴跌 反而是一個溫和的震盪整理 那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一個底部區 慢慢的在那一邊 讓你有一個進場介入的機會 記住 跌的時候要勇敢下去盯接 而不是看到拉起來漲起來的 你用一個市價敲去追 特別留意 這三檔的紅包股 我希望就過年期間放假期間 你務必在我Lite這邊好好把握 加入我Lite 小鼠 Goldrich 55688 小鼠 GORCH 55688 三檔的精選紅包股 我希望你在我Lite這一邊好好把握住 這個機會 你務必要好好把握 因為絕對不會是經常可以出現 封關日下跌在過往的行情裡面 它不是常態 當你知道封關日下跌了 那個反而是醞釀下一波的行情 封關日上漲 既然它過往是常態 所以怎麼樣 反而封關日上漲 它不一定後面帶的是大行情 你務必要搞懂這個過往的習性 所以我的Lite這裡 三檔的紅包精選股 我希望你好好掌握住 因為這三檔的股票 絕對是前一波沒有跟大盤一起創新高的股票 好那這邊我們也來看一下 封關日的盤 大盤尾盤殺下來 翻黑了 這個盤怎麼來看 來 我希望就是說行情在這個位置 當然務必要知道 新的一個年度 你務必要跟過往不一樣 因為過往來講去年一整年 很多人都是敗在一個看到下跌的時候 因為內心的恐慌 也許是疫情的關係 也許是國際盤的關係 也許是戰爭的關係 也許是整個在這一邊通貨膨脹 或者是升息的因素 不論什麼話題 很多人你會發現 一整個回顧過去的一整年 你把股票賣在下跌的盤 你很容易在後續一個月兩個月回顧 看過去 低點 你在去年看到漲起來或者是股票創新高的過程 你去忍不住 誘惑然後去追他的 很容易會怎麼樣 過了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過後回頭一看 他創新高你去買他 結果是在那一檔股票的相對最高檔的位置 所以今年度的行情你務必要知道 去年犯下的錯誤今年絕對不能犯 一個最基本的先認清楚大盤的格局 先認清楚行情下跌的時候你要先懂得先看 來大盤的5分K他所代表的含義 我相信封關日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第一個跟過去一樣 我相信封關日 在行情在最近的盤都是什麼 美國股市大跌 然後我們台北股市開低 封關日一度出現就是說 整個行情在這個位置開低之後 有一個買盤的力道反向做拉抬 比較可惜的是那個明明要封關 怎麼這個沙尾盤下來 除了J老師跟大家聊 過去來講的話封關日下跌 你要怎麼來看待之外 我們跟大家來談今年 虎年封關日 他一個沙尾盤 因為這最後面這兩根10分鐘 最後的10分鐘 哇 才讓行情翻黑的嘛 好我們如果說這裡 你看得懂這個加權指數的5分K 來 我直接分享給大家 我相信你只要有我們整個 大盤的課程 你會知道就是說 手中這一本實戰篇的課本 搭配我們線上的課程 你會知道 今天的盤其實看起來 下跌由紅翻黑 讓很多人覺得 哇好像有一種 那個空頭來臨這樣子 可是今天的盤實際上 你如果看得懂大盤的5分K 它其實是沒有多空含義的 我們俗稱一個遊戲K棒 遊戲K棒 今天的盤是沒有多空含義 所以你務必要知道 很多人看不懂這一個 所以很容易的會看到跌 然後就會覺得 恐慌 那又有什麼利空訊息 他就會害怕 這一整套的線上課程來講 我相信你都掌握到 你會知道從最近行情 盤面上因為美國股市的暴跌 然後所收出來的藏黑 後續來講怎麼來看 最近你又有發現來 整個台北股市在大盤日線圖上 最近跌最兇的來 不就是那一個 1月21號禮拜五 那個大藏黑 那包含的就是說 這個是在我們 禮拜二封關倒數 第二天 昨天 那個藏黑棒 不就是這兩天 你會發現 這兩天的一個特色是什麼 藏黑殺下來 行情都是大跌的盤 外資也是怎麼樣 當然大賣的行情 那你會發現 外資一天賣超400多億 一天賣超那個 100多億 行情怎麼來看 你會發現一個共通特色 都在第二個假日 藏黑的第二個假日 有一個 反向 拉抬的過程 1月21號禮拜五的藏黑棒 外資賣超400多億 結果 下一個禮拜的禮拜一 它是怎麼樣 開D之後反向拉高 這個完完全全 你會知道 你如果看不懂這個藏黑 它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你很容易 你那個做期貨很容易怎麼樣 爆一個空單 以為做行情 要那個 一路往下崩 可是你會發現 一早 低檔 開D之後 你如果沒有馬上走 反向的被嘎起來 你整個 從 可能由原本 由賺的然後變賠的 第二根的藏黑棒這一邊 我相信這個 你只要有留意我的節目 甚至我Light這裡 都會跟你分享 現場課程一個片段 精華片段裡面提醒你什麼事情 一樣 一樣 這個藏黑棒隔天第二天來講的話 開D之後 它都有什麼 反向拉高的過程 我們講 簡單來講這個叫取高 我們簡單來說 它是有一個取高 反向取高的動作 來我先就說我這邊 我希望說新的一年來講 不管 你操作股票 或者是期貨 你務必要知道 大盤 現貨大盤 它背後的含義 它重要的意義是暗藏在 5分K裡面 5分K裡面 所以 我相信說最近我的節目來講 不斷去分享這個概念 那也直接告訴大家 來 你只要在我Light裡面來講的話 最近這幾天 包含那個大碟的盤 第一個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的節目上包含了我那個盤後 第一時間Light這裡 因為大盤收盤的1點半 你操作期貨的 你收盤在幾點幾分 1點是15分 你大概有15分鐘左右的時間 對不對 好 那我相信就是說 你只要有留意 整個我線上課程的重點 其實當時候來講的話 每一個加權指數的變化 那個走法 上個禮拜五 1月21號 我相信我Light這裡 會在我節目之前就已經先公開出來 那上個禮拜五 1月21號節目上 我直接跟大家來看 這個裡面的 片段的線上課程的重點裡面 我告訴你什麼 一個 這一句話很重要 很多人看到大碟 然後不曉得去分辨這個行情如何去 做判斷 尤其操作期貨的來更明顯 大碟的盤 你不能胡亂的 我看到碟就以為是空頭了 反而大碟的盤 他如果有一個習性是什麼 隔日反向取高 隔日反取高的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大碟完之後 最近台北股市大碟的長黑棒之後 隔天來講的話 都有一個先拉高的動作 因為他本來就一個習性反向取高 那這一邊就要是要提醒大家 是最近的行情 最近的行情 當然是國際盤比較動盪一點 國際盤來講的話 所呈現出來的 比較危機一點 他所以才會有一個開低的動作 才往上拉 開低之後往上拉 可是你如果未來 你這個盤你看不懂 今年2022年 過完年之後 這個大碟的盤如果再次出現 然後當時候的行情 美國盤 或者是現在你所看到危機都不見了 你就不要去遇到那個反向直接開高 拉上去一根大長紅棒 你就不要遇到 那個長黑棒完 隔日反向取高 是用拉長紅棒的行情 直接把你的空單抬出去 特別留意 最近台北股市在封關之前 兩天的長黑棒來講的話 他都是用相同的手法 想要去那一個 這邊來吸引那一種行情在這個位置 你看壞恐慌但是你如果隨便去 爆空單的 要小心這個盤 因為現在你看到是國際盤 有一些疑慮在 如果接下來的行情那個疑慮不見了 相同的手法再來一次 他可能一次 就讓你直接反向取高是什麼 反開高走高 直接一根長紅棒 把你嘎出去 特別留意 我希望就是說封關日 大家務必要知道 有一些的門道你要看得懂 這個在第一根的長黑1月21號當天 light盤後 大盤收盤完之後 你都看得到我這一個截圖已經給你 這是我們現在課程裡面影片的截圖 包含了 1月25號 封關倒數第二天 一樣大長黑棒 我在節目上這個截圖我直接把 隔日反取高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明明那個美國股市大跌 好我們臺北股市開低完你只要沒有走馬上拉起來 我相信 行情是現在 你會有疑慮 所以你會做一個什麼那個 拉起來的時候也許你會有信心 可是如果接下來盤 你會發現行情的變化跟你講的不一樣 相同的長黑手法再來一次的時候 可能你會直接被什麼樣 一個反向開高拉高的長紅棒直接扛出去 那你如果操作股票看不懂這個大盤在做什麼 看到跌把股票賣在你一個 特別出老千的長黑棒那一天 特別出老千的下跌盤 你很容易把你的股票殺在底點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過年期間來講的話 我手中的這個大盤課程 含課本 還有我們一整套線上課程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 送給大家的限量專案 我希望年假期間來講的話 你如果有興趣看完了 最近的行情 你如果覺得對你後續有幫助 我希望你 做一個預購的動作 甚至我當然知道很多的朋友來講的話 老師我知道這個限量非常非常的難得 我很想要 可是過年期間我真的需要用錢 沒有那個預算沒關係 我希望這個節目可以扎扎實實的幫助到 接下來過萬年之後整個行情的變化 一整個年度你都可以掌握到 所以我希望 你如果覺得這樣的學習對你有幫助 不管你操作股票還是期貨 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年假期間你只要確定 預購了 年後再付款 我還是幫你留住這個學員的資格 我相信一整年下來來講的話 不管大盤如何變化漲或跌 第一個最重要的 跌不代表空投 你反而要知道如果跌給你看 後面有反向右空 甚至會反向做軋空的動作 你是不是第一個 不要隨便的賣在下跌的盤 不要隨便把你股票砍在大跌的行情裡面 很重要 如果你知道後面的行情有反向軋空的一個 意圖在 那你是不是應該下跌的盤要趕進去買股票 很重要 我相信過往 只要持續不斷掌握到這一套課程的朋友 你都會在每一天的行情裡面 看到我所權限的 課程的學員影片 針對整個大盤的變化 我告訴你 行情到底到達空投條件了沒 行情在這一邊 如果課本的內容 我們教學的影片的內容 就告訴你這個走法 過往來講就是做手反向右空的一個手法 那你千萬不要上當 這套限量的專案 我希望你年假預購 我開放給你 年後付款 我幫你留住學員的資格 唯一只有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才有這樣的福利 最後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大家在休假期間 我跟大家來提醒 一整個虎年的錦囊妙計 我希望就是說這四大重點 你務必要好好掌握到 因為我已經針對 封關日下跌 包含了年假期間 如果是暴跌的行情 國際盤如果非常慘 你反而要知道 整個後續來講台北股市在開低之後 只有那個開低 是你買的機會 你反而要知道 過往有這樣的歷史在 有這樣的慣性在 如果整個行情在我們年假期間 哎 國際盤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差了 那反而是行情後面來講的話 還比較溫和一點 不會是那一種急速向上軋空的盤 你反而要好好留意這一點 那不管如何 今年虎年來講的話 一整年度的四大重點 第一個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我要告訴大家 最大的一段行情還沒有出現 這裡我簡單幫大家來帶過 從去年聖誕節到今年1月初 台北股市創下了一個歷史新高 18619點 我這邊直接告訴大家 那一段還不是最大的行情 因為過往來講的話 創新高的走勢出現在1月份 元月的行情 他實質地要帶一個 籌碼軋空的條件 可是這一段的行情來講 你如果有發現融券章數是一直往下掉的 你如果鎖定我的light 每天早上的8點 我盤前分析的內容 有特別將融券的變化 每天傳送出去 你如果發現那一張融券的走勢圖 融券的章數是一路往下掉的 所以這一段 從去年聖誕節到今年1月份 創下歷史新高 18619點的行情 那不是最大段的一段行情 所以你務必要知道 當一段最大的行情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我們在休假期間 國際盤如果暴跌 反而台北股市在開盤之後 放完年假開盤之後 那一個是絕佳的買點 第二個部分 現在很多人都討論 尤其是從去年的年底開始 去年的10月份開始 大家就一窩蜂在討論 美國聯準會要升息了 從去年年底開始 我相信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已經講了 3月份 今年的3月份要升息了 我相信你有看我節目的朋友 我都在去年 很多人在覺得空頭要來你的時候 我都已經跟大家來談到 鮑爾都已經公開講 升息是2022年的3月了 所以你之前在怕什麼 好 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過完年 幾乎過完年一個多月過後 你就要準備去迎接 美國聯準會要升息了 我這一邊第二個重點要提醒大家 過往 美國聯準會 正式宣佈升息 我不管他是升息嘛 過往來講只要宣佈升息 後面不管任何國家的股市 他都是一段反向軋空的行情先來 所以升息他絕對不會是空頭立即來臨的時間 特別留意 所以 反推回來 我們從去年聖誕節一直到今年1月份 創下大盤歷史新高18619點 那一段沒有融券的軋空條件 不是最大的行情 升息 正式宣佈之後 他也不是空頭立即來臨 反而你要知道 也許最大那一段行情是從那一個時候 那一段才開始的 我相信 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把這兩大重點掌握住 你在今年上半年 虎年的上半年 自然而然你不會錯過最大那一段 該買的時候 你反而敢買 不該買的時候 你去追 你反而會讓自己套死在一個相對的高檔上面 第三個 很多人在疑慮通貨膨脹 後這邊來講怎麼樣 但是很多人卻沒有去想到 通貨膨脹他背後另外一個意義是什麼 經濟復甦 所以整體而言來講的話 你反而要知道 整體 全市場在升息 全市場在通貨膨脹 擔心通貨膨脹 他反而另外一個意義是 經濟已經從 疫情的那個蕭條狀況復甦起來了 疫情從經濟的 蕭條狀況復甦起來 也已經超過兩年的時間了 這樣你會發現 經濟復甦之後 你要抓的是什麼 相對那個最高峰的行情 到底過了沒有 那個反而是你今年最大的意義 不是在於說升息本身它是不是空投 而是你反而要知道 過往來講的話 這個經濟復甦 把整個股市拉到高峰 那個必須看到什麼 第一個 實質的融券飆高 現在來講的話 最大一段行情還沒有出來 最大因素是什麼 融券一路往下掉 那絕對不是 最大行情的一個特徵 所以經濟復甦這一段行情 最大的那一段 還沒有來 我希望 升息不是空投立即來臨 你掌握住這個重點 反而我提醒你 過往聯準會一宣布升息 反而股市那一段的行情 才有可能是一整個經濟高峰 最高的那一段 你不應該在那個時間點 看到漲起來去追去買 反而你應該要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行情很多人擔心的時候進去 先買好 買滿 爆好 後面來講的話 那一段最大的軋空行情出現了 反而那一段創新高的走勢 才是你該賣股票的時間 真正的逃命波 尚未出現 鎖定我的light 鎖定我在 整個大盤 線上課程的部分 這一套的線上課程 會告訴你 真實股市逃命波 會有什麼特徵 真實股市逃命波 它的條件是什麼 你只要具備 這一套課程的學員資格 接下來 過完年之後來講的話 我們天天在 所權限的影片裡面告訴大家 幫大家抓出真正股市逃命波 切記 逃命波 尚未出現 你如果逃錯了賣錯了 你只會錯過一段的行情 然後看到 高點 看到行情漲起來拉起來 又犯了像去年的錯誤 去買那個在高檔區的股票 去追高债 那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最高峰的那個時間點 切記 虎年的錦囊 四大重點送給大家 就是要提醒你 虎年的行情 會非常的動盪 但是多空的時間 千萬不能弄顛倒 千萬不能弄錯 在此也祝福大家 虎年行大運 新年快樂 讓你賺大錢哦 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